8日西南列峰滑布封信号演证生效 教育局宣布上午和全日制学校停货 天文台说如果各区的风力减弱 至到列峰程度以下 会考虑在早上10点或之前改发3号强封信号 天图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 目前集结在香港西北大约160公里 如辽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广东西部 并且准一步减弱 现在本港部分地区仍然是吹着烈风 8号信号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天图的雨大正是影响广东 会一间中围珠江后一带带来烈风 而按照现在的雨漆路径 和天图相关的烈风范围 会在早上稍后离开珠江后一带 从卫星影像看到 其实天图在昨晚都有一些减弱 在今早6点的时候 就减弱成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 在过去一个小时 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录得烈风的 例如青州和昂平是有烈风的 所以8号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根据目前的预测路径 和天图相关的烈风范围 预料在今早稍后 就会移离开珠江后一带 当本港各区的风力 减弱到烈风程度以下 天文台就会在今早10点或之前 考虑改发3号强风讯号 尖前荣现在就在尖沙咀 早晨 尖前荣 天图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 外面的风势有没有小了一点 早上盘畅营 现在在尖沙咀天星码头 风势不算很大 但雨势时大时小 与刚刚在尖沙咀过来 特意看浪的市民谈过 他们说天图的台风 不像是8号风球 我们现在看看现场的情况 可以看到现在的维港海面 海浪方面已经没有昨晚这么厉害 相对比较平静 市面开始有不少市民开始上班 但今天教育局已宣布 所有学校都暂时会停课 而现在暂时还是维持8号台幅讯号 但交通方面仍然是未回复正常的 我们会在外面跟进风暴消息 先时间交回你盘畅营 好 医院管理局就说 截至凌晨3点钟 一共有13个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 去急证室求疹 其中7个人需要留院治疗 在风暴之下 本港多处大风大雨 当局收到接近70宗有关淋树 和两宗水浸报告 8号讯号之下 在西环有浪涌上岸 令部分道路水浸 自从天文台改发8号讯号之后 在西环这一道枕着都落着雨 而在街边的树就吹到左摇右摆 流浮山深湾路也有水浸 一男一女被困车内 由消防救出 他们两个都没有受伤 在大嶼山大澳 岸边水位高涨到来路面大约半米 不少居民在门口前面对防沙爆 提防水浸入屋 而利于门水位上涨 低蛙地区的棚屋有水浸迹象 海面也出现涌浪 有船在遥防 风暴期间有多大地方有树木倒嵌 屯门美洛轻铁站附近有大树嵌了下来 部份路线一度要暂停服务 工人在场清理 屯门建法街的一栋工厂大厦 一角5米×50米的金属架倒嵌 压位停车长几部车 亦有部份支架跌落地 现场需要封锁 天文台说天吐在香港的东面时 香港吹西北风 当气流遇到陆地和高山 阻力较大 风力会被减弱 但当天吐登陆之后 香港转吹西南风 风由海吹向陆地 迅速会变得当风 无线电视记者李冠雅不得 教育局宣布 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演证生效 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停课 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3号信号 中小学和下午校以及夜校 今天将会恢复上课 考评局宣布 上午举行的国际以及专业考试 将会延期举行或取消 考评局说 由于天气恶劣 原定上午考评局举行的国际以及专业考试 将会延期举行或取消 日内会公布安排 至今天下午的公开考试安排 考评局稍后就会公布 在天吐吹袭之下海陆空交通都受阻 超过400班航班受影响 有滞留在机场的旅客鼓吵 不少旅客通宵滞留机场 有航空公司向他们派水和无尖 当局就说风暴影响之下 有370班客机取消 76班客机延误 部分受影响的旅客 星期日上午已经来到等候补机位 但就一直等不到 这20多个旅客来自一家台湾印刷公司 他们来香港玩 原定星期日下午回台湾 但航班取消 他们就跟航空公司职员理论 他要疏散多久 我们难道都不用上班不用上课 那这些损失我们要找谁 国泰 港龙 香港航空 香港快运 华航等多间航空公司 星期日夜晚暂停航班 有航空公司就说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候补机位已经爆满 呼吁旅客联络航空公司的热线 查询航班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旷站安报导 林超儀现在在机场的 早上林超儀 航空公司有什么聚航的安排 早上盘翠盈 现在天差不多光了 其实在机场睡了一晚的旅客 都陆陆陆陆陆陆起床 不少旅客一起去航班告示板 想看看自己的航班机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陆陆陆陆陆陆 都见到有航空公司的 地勤职员上班 起床的旅客 有很多都涌到柜位 查询一下自己等了一整晚 究竟等不等到候补机位 又或者看看自己原定是今早起飞的航班 到底是否飞得成 不过看回告示板 大部分早上起飞的航班仍然取消 至于一些原定是昨天起飞的航班 都要延遍到最快下午才起飞 根据航空公司那边的消息 就说其实星期一二的候补机位 都已经满坐了 相信滞留在机场的旅客 都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疏到得晒 我们会继续在机场这边 跟进着最新的情况 现在先将时间交回到新闻部 好啊 26路交通方面 港铁宣布 大部分的列车服务 维持每10分钟的办 港铁说 观塘线 荃湾线 港岛线 细铁线 东冲线 机场快线 和轻铁等 8次服务 每10分钟的办 至于迪士尼线 和将军澳线 调警领至康城段 维持15分钟的办斜 椰东铁红磡至罗马周段 就提供20分钟的办 椰港铁巴士 维持15到20分钟的办 申巴和城巴宣布 个别的路线提供有限度服务 申巴城巴表示 城巴S1 S52 和S56路线 由头班车起提供有限度服务 其余申巴城巴路线 仍然暂停服务 T系台风员工车 早6点开始接载员工办公 中文字幕提供有限度服务 中文字幕提供有限度服务 中文字幕提供有限度服务